HELLO 各位知友 相信大家最不可互缺的电子产品之一就是手机了吧 不管是打电话、传讯息、上网、看影片等等行为 我们都可以透过一只手机来完成 可说是一机在手希望无穷啊 但是这么多好用的功能要在一个小小的装置中运作起来 可是一点都不简单 只要把一只手机拆开来 就会发现密密麻麻上百个零件 有包含提供电力的电池 负责运算的CPU 显示用的萤幕 接受讯号的天线等等 这些不同作用的零件互相连接起来 互相合作才能真正让手机实现各种功能 而其中让这些零件连接的关键 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子连接器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重要的小东西和它的制程吧 进入正片之前也欢迎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给我们一点支持和鼓励 带大家看更多的台湾制造实力 电子连接器也可称为电路连接器 电连接器是串接各种类型电子元件 模组和设备之间的桥梁 例如晶片与电路板 电路板与电路板 电路板与箱体之间的电流与电子讯号的连接 小小一个不太起眼 却大大的影响电流与讯号的传输 电器常遇到的接触不良 正是指连接器出了状况啊 一个好的连接器除了基本连接的稳定性、耐用性 有些工业或极端的用途下还需要兼顾耐温、耐水、耐火、耐振动等等 因此非常多不同的造型和规格 虽然平时几乎都被隐藏在硬体的外壳之下 但连接器几乎可说是无所不在 像是手机充电、电脑多边常用的USB、耳机的3.5mm接头、电器的插头、电动车充电站的充电枪 甚至各种线材、广义来说都是连接器的一种哦 虽然电子连接器种类众多 但它们基本结构都差不多 最主要两个部分分别是接触键和绝缘体 接触键是连接器完成电连接功能的核心零件 一般由公端接触键和母端接触键组成接触队 通过两端接触键的插盒完成电连接 降速好像有点复杂 但简单来说就是插头跟插座之间的关系 所以电连接器本身要有功能 只有单独一个接触键可是不成立的哦 一定要是成双成对才能发挥它的功效 至于绝缘体就是负责固定接触键的部分 通常是用塑胶材料制成 让接触键按照所需要的位置和间距排列 同时又提供良好的绝缘功能 让接触键之间不会短路 又可称为基座或者安装版 介绍完电子连接器的结构 接着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进入到生产现场看看吧 电子连接器在研发设计完之后 主要会经过四个流程 包括充压、电镀、色素成型和组装 电子连接器的制程一般来说都是从充压开始的 先将整卷的普通金属袋放入高速充压机当中 透过高压裁切的方式变成一根根的插针 接着制作好的插针就会送去电镀 透过电解的原理将插针铺上一层金属 让极度容易氧化了同多一层保护膜 增加抗氧化能力 提高在空气中的抗腐蚀能力 接着进入到射出成型的阶段 射出成型就是将选定的塑胶力加热之后 注入到模具当中冷却后就会得到需要的零件 射出用的模具相当关键 也需要由专家设计完后用线切割、放电加工等方式制作 然后才能射出连接器的塑胶绝体部分 关于塑胶射出如果有不了解 我们之前都有做过影片介绍哦 接着射出完的机座和电镀好的插针 就会被送到组装线里组合 这样一个电子连接器就制作完成了 哇哦 有些连接器会将插针预先放入 射出成型的模具当中一起射出 插针就会直接被包袱在机座当中 就可以跳过组装的步骤 直接把线材跟机座结合在一起 因为电子连接器的用途相当广 产量相当大 为了更好的品质、精密度跟效率 当然还有价格 几乎都会采用高度自动化的机台来生产制造 除了自动化的组装 还有自动化的检测 整个产线当中会设置非常多的感测器 系统一旦发现不良品 就会立即把它淘汰 因此可以做到几乎零不良率哦 以上就是一个基本的连接器制程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用途连接器 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制程 如果下次我们有拍到的话 也许再跟大家补充介绍了 跟我们分享你手边有哪些特别的电子连接器吧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